金平梅 秀向崇真本第九十三回王姓安逸序平儿金道士鸾银少帝诗曰 阶前前之类众礼自贤身 气味如中酒 情怀似别人 暖风张月席 情日看花尘 近视天愁处 身居起霍春 话说陈静记 自从西门大姐死了 被吴月娘告了一状 打了一场官司出来 唱得冯金宝又归院中去了 刚瓜拉出个命而来 反而也卖了 本钱儿也没了 头面也死了 家伙也没了 又说陈定在外边打发人 客落了钱 把陈定也撵去了 家中日竹盘费不周 坐吃山空 不时往杨大郎家中 问他这半传货的下落 一日来到杨大郎门手 叫声杨大郎在家不在 不想阳光厌拐了他半传货物 一向在外 卖了银两 四散躲闪 急打听的他家中吊死了老婆 他账母献忠告他 坐了半个月间 这杨大郎就末底来家住着 听见禁忌上门叫他 问货船下落 一静使兄弟杨二峰出来 反问禁忌要人 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面做买卖 这几个月通无音信 不知抛在江中 推在河内 害了性命 你到还来我家寻货船下落 人命要紧 你那货物要紧 这杨二峰平息是个雕徒泼皮 耍前倒子 胳膊上紫肉横生 胸前上黄毛乱长 是一条直帅光棍 走出来一把扯住禁忌 就问他要人 那禁忌慌忙正开手跑出回家来 这杨二峰故意拾了快三间瓦歇 将头颅钻破 血流满面 敢将禁忌来 骂道 我操你娘娘 我见你家什么银子来 你来我屋里放屁 是我一顿好拳头那禁忌精命水命 走投无命 奔到家 把大门关闭如铁桶相似 由着杨二峰牵爹娘 骂父母 拿大砖砸门 只是鼻口内不敢出气儿 又旷才打了官司出来 梦条绳蛇也害怕 只得寒忍过了 正是 嫩草怕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不消几时 把大房卖了 找了七十两银子 点了一所小房 在屁巷内居住 落后两个丫头 卖了一个宠喜儿 只留着袁肖儿和她同铺歇 又过了不上半月 把小房倒腾了 却去另房居住 城安也走了 家中没营运 袁肖儿也死了 只是单身独自 家伙桌椅都别卖了 只落得一瓶如洗 为己 房钱不给 钻入冷铺内存身 花子见她是个富家瓶儿 生得清俊 叫她在热炕上睡 与她烧饼而吃 有当夜的过来教她顶火夫 打帮子摇灵 那时正值腊月 蚕冬十分 天降大雪 吊起风来 十分严寒 这恭敬计打了回帮子 打发当夜的兵牌过去 不免手提灵串了几条街巷 又是风雪 地下又踏着那寒冰 冻得耸肩缩背 战战兢兢 零五更鸡叫 只见个病花子躺在墙底下 恐怕死了 总甲吩咐她看守着 寻了把草叫她烤 这静忌之更一夜 没曾睡 就歪下睡着了 不想做了一梦 梦见那时在西门庆家 怎生受荣华富贵 和攀金莲勾打 玩耍戏谑 从睡梦中就哭醒来 种花子说 你哭怎的 这静忌便道 你众位哥哥 我的苦楚 你怎得知 贫年困苦痛欺亡 身上无一口绝粮 马死奴桃房又迈 只身独自在他乡 朝一四殿求一转 目宿庄园已败墙 只有一条深厚路 冷铺之中去打帮陈静记 惋惜在冷铺存身 白日间街头起时 清河县城内有夜老者 姓王明轩 自停用 年六十余岁 家道殷实 为人心词 仗义书才 专一祭贫拔苦 好善敬神 所生二子 皆当家成立 长子王前 习组织为木马所掌印正千户 次子王阵 冲为辅学祥生 老者门手搭了个主管 开着个解荡铺儿 每日封一足时 闲散无拘 在梵语听经 临宫讲道 无事在家门守诗要救人 念宿诸念佛 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 道号为姓安居士 一日 姓安头戴虫颜服巾 身穿水和道服 在门守站立 只见陈静记打他门守过 向前扒在地下磕了个头 忙得姓安还礼不迭 说道 我的哥 你是谁 老桌眼昏 不认得你 这静记战战兢兢 站立在旁边说道 不瞒你老人家 小人是卖松稿成红儿子 老者想了半日 说 你莫不是陈大宽的令郎吗 因见他衣服蓝绿 形容憔悴 说道 贤侄 你怎得弄得这般模样 便问 你父亲 母亲可安吗 静记道 我爹死在东京 我母亲也死了 姓安道 我闻得你在丈人家住来 静记道 家外父死了 外母把我撵出来 他女儿死了 告我道官 打了一场官司 把房儿也卖了 有些本钱儿都吃人坑了 一向闲着没有营生姓安道 贤侄 你如今在那里居住 静记半日不言语 说 不瞒你老人家说 如此如此姓安道 可怜 贤侄你原来讨迟离 想着当初你府上那样根基人家 我与你父亲相交 贤侄 你那咱海小吕 才扎着总角上学堂 怎就流落到此地位 可商 可商 你政治家甚亲家 也不看顾你看顾儿 静记道 正是 俺张就那里 一向也久不上门 不好去地问了一回话 老者把他让到里面客位里 令小丝放桌儿 摆出点心阿饭来 叫他尽力吃了一顿 见他身上单寒 拿出一件青布棉道袍儿 一顶毡帽 又一双张袜 棉鞋 又蹭一两银子 五百铜钱 地语他 吩咐说 贤侄 这衣服鞋袜与你身上 那铜钱与你盘缠 另半肩房儿住 这一两银子 你拿着做上些小买卖儿 也好糊口过日子 强如在冷铺中 学不出好人来 每月该多少房钱 来这里 老周与你这沉浸记 扒在地下磕头谢了 说道 小只知道拿着银钱 处离了姓安门手 也不寻房子 也不做买卖 把那五百文钱 每日只在酒店面店 意料歧视 那一两银子 倒了些白铜冻冠 在街上行驶 时巡逻的当土贼 拿到该方截级处 一顿扎打 使得清静 还落了一屁股窗 不消两日 把身上棉衣也输了 袜儿也换嘴来吃了 依旧园在街上讨吃 一日 又打王姓安门手所过 姓安正在门手 只见静忌走来磕头 身上衣袜都没了 只戴着那扎帽 惊脚踏鞋 动得起起缩缩 老者便问 陈大官 做得买卖如何 房钱到了 来取房钱来了 那陈静忌半日无言可对 问之再三 方说如此这般都没了 老者便道 啊呀 贤侄 你这等就不是过日子的道理 你又粘不得轻 腹不得重 但做了些小活路儿 不强如起时 免叫人耻笑 有垫你父祖之名 你如何不依我说 一面又让到里面 叫安童拿饭来与他吃饱了 又与了他一条家库 一领白布衫 一双裹脚 一吊铜钱 一斗米 你拿去物药做上了小买卖 卖些柴探 豆儿 瓜子儿 也过了日子 抢四这等讨吃 这禁忌口虽答应 拿钱米在手 处理了老者门 纳销几日 熟食肉面 都在冷铺内 货花子打伙都吃了 耍钱 又把白布衫 家库都输了 大正月里 又抱着奸儿在街上走 不好来见老者 走在他门首防山墙底下 向日阳站立 老者冷眼看见他 不叫他 他挨挨墙 又到跟前扒在地下磕头 老者见他还依旧如此 说道 贤侄 这不是长测 咽喉身四海 日月快如缩 无底坑如何填得起 你进来 我与你说 有一个去处 又清闲 又安得你身 只怕你不去 尽急跪下哭道 若得老伯见连 不居那里 但安下身 小的情愿就去姓安道 此去离城不远 临清码头上 有座燕宫庙 那里鱼米之乡 舟船福袖之地 钱梁极广 清幽潇洒 庙主任道是 与老桌相交集后 他手下也有两三个徒弟徒孙 我备分礼物 把你送与他 做个徒弟出家 学些经典吹打 与人家应服 也是好处 静记道 老伯看顾 可只好立姓安道 既然如此 你去 明日是个好日子 你早来 我送你去静记去了 这王老连忙叫了裁缝来 就替静记做了两件道袍 一顶道计 斜袜俠拳 次日 静记果然来道 王老教他空屋里洗了澡 梳了头 戴上道计 里外换了新袄新裤 上盖表圈倒衣 下穿云履张袜 备了四旁耕果 一坛酒 一匹尺头 封了五两银子 他便乘马 雇了一匹驴儿 与竞技骑者 安童 喜童跟随 两个人担了河担 出城门 竟往灵青码头燕宫庙来 只七十里 一日路程 笔集到燕宫庙 天色已晚 王老下马 进入庙来 只见轻松郁郁 翠百森森 两边八字红墙 正面三间珠库 端得好作庙宇 但见 山门高耸 殿阁棱层 高悬赤额金书 彩画出巢入巷 五间大殿 素龙王一时二尊 两下长廊 克水族百千万众 齐甘凌汉 帅子招风 四通八达 春秋设理想一时 雨顺风调 河道民间接济赛 万年香火威灵在 四敬官民杨赖安 山门下早有小童看见 暴入方丈 任道士忙整一出营 王姓安另禁计和礼物 且在外边伺候 不一时 任道士把姓安 让入方丈松赫宣序里 说 王老居上 怎生一向不到弊庙随喜 今日何姓 德蒙下顾姓安道 只因家中俗荣所饥 九十败望序礼币 分宾主而坐 小童献查 查罢 任道士道 老居士 今日天色已晚 你老人家不去罢了 吩咐把马 迁入后曹未夕 姓安道 没事不登三宝殿 老桌近来有一事甘独 为之遵义肯容纳否 任道士道 老居士有何见教 只顾吩咐 小道无不领命 姓安道 今有故人之子 姓陈 明镜记 年方二十四岁 生得资格清秀 道也伶俐 只是父母去世太早 自幼失学 若说他父祖根基 也不是无名少兴人家 有一分家当 只因不幸遭官 是没了 无处其身 老桌念他 乃尊旧日相交之情 预送他来贵宫 作义徒弟 为之遵义如何 人道士便道 老居士丰富 小道怎敢为主 奈因小道命捡 手下虽有两三个徒弟 都不省事 没一个成立的 小道常识惹气 为之此人诚实不诚实 姓安道 这个小的 不瞒尊师说 只顾放心 一位老师本分 胆又小 所事儿灵犯 看可作义徒弟 人道士问 几时送来 姓安道 见在山门外伺候 还有些博礼 扶起笑纳 慌得认道士道 老居干涸不早说 一面道 有请于世台和人 台尽礼物 人道士见帖儿上写着 仅具粗段异端 卤酒一尊 囤提一副 烧鸭二支 树果二合 白金五两 只身王轩顿手败 连忙击手谢道 老居士何以见赐 许多重礼 使小道确之不公 受之有愧 只见陈静记 头戴金粮道计 身穿轻卷道衣 脚下云履镜袜 妖记思涛 生得眉清目秀 齿白唇红 面如腹粉 走进来 向人道士倒身下拜 拜了四双八拜 人道士应问他 多少青春 竟记道 属马 娇心春二十四岁了 人道士见他果然伶俐 取了他个法名 叫做陈宗美 原来人道士手下 有两个徒弟 大徒弟姓金 明宗明 二徒弟姓徐 明宗顺 他便叫陈宗美 王姓安都请出来 见了李树 一面收了礼物 小童掌上登来 放竹儿 先摆饭 后吃酒 饶品杯盘 堆满桌上 无非是机体 额压鱼肉之类 王老吃不多酒 徒弟轮番 卷勾几旬 王老不胜酒力告辞 房中自有床铺 安歇一宿 到四日清晨 小童摇水镜面 书洗灌树壁 任道士又早来递茶 不宜时 摆饭 又吃了两杯酒 味饱头口 与了台和人力钱 王老林起身 叫过静记来吩咐 在此好生用心 习学经典 听师父指教 我常来看你 按计送衣服鞋袜 来与你 又向人道士说 他若不听教训 一任则智 老桌并不护短 一面背的又嘱咐静记 我去后 你要洗心改正 洗本等事业 你若再不安分 我不管你了 那静记硬诺道 儿子理会了 王老当下做辞任道士 出门上马 离燕宫庙 回家去了 静记自此就在燕宫庙 做了道士 阴见人道士年老赤鼻 身体魁伪 声音洪亮 一步孜然 能谈善隐 只专迎宾送客 樊怡英大小事 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里 那时 朝廷运河初开 林青设二闸 以劫水利 不拘官民 传到闸上 都来庙里 或求神福 或来祭院 或设挂羽条 或做好事 也有不失钱米的 也有窥送香油纸竹的 也有留松薅如席的 这任道士将常鼠里多余钱粮 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 卖将银子来 积攒私囊 他这大徒弟金宗明 也不是个首本分的 年约三十余岁 常在昌楼包占乐富 是个酒色之徒 手下也有两个清洁年少徒弟 同铺歇沃 日久续繁 阴见禁忌生的齿白唇红 面如腹粉 清俊乖绝 眼里说话 就缠他同房居住 晚夕和他吃半夜酒 把他灌醉了 再一铺歇沃 初时两头睡 便嫌禁忌脚臭 叫过一个枕头上睡 睡不多回 又说他口气喷着 令他掉转身子 屁股贴着肚子 那静继推睡着 不理他 他把那话弄得硬硬的 植树一条棍 抹了些唾金在头上 往他奋门里指一顶 原来静继在冷库里 被花子飞天鬼猴灵儿 弄过的 言子大了 那话不觉就进去了 这静继口中不言 心内暗道 这丝何败 他讨得十方便宜多了 把我不知道做什么人 与他个甜头儿 且教他在我手内那些钱钞 一面故意声叫起来 这今宗明恐怕老道士听见 连忙掩住他口 说 好兄弟 静声 随你要的 我都依你 静继道 你既要勾打我 我不言语 须依我三件事宗明道 好兄弟 修说三件 就是十件事 我也依你 静继道 第一件 你既要我 不许你再和那两个徒弟睡 第二件 大小房门钥匙 我要执掌 第三件 随我往那里去 你修称我 你都依了我 我方依你此事 金宗明道 这个不打紧 我都依你 当夜两个颠来倒去 整狂了半夜 这陈静记自幼风月中壮 什么事不知道 当下被抵山蒙 枕边海市 银声艳雨 抠损甜品 把这金宗明哄得欢喜无尽 到第二日 果然把各处钥匙都交于他手内 就不和那两个徒弟在一处 每日只同他一铺歇卧 一日两 两日三 这金宗明便在三称赞他老师 人倒是听信 又替他使钱讨了一张度碟 自此以后 凡事并不防范 这陈静记因此常拿着银钱 往码头上游玩 看见院中嫁儿陈三儿说 逢金宝儿他宝子死了 他又迈在郑家 叫郑金宝儿 如今又在大酒楼上赶衬力 你不看他看去 这小伙儿就情不改 拿着银钱 跟定陈三儿 竟往码头大酒楼上来 此不来道好 若来 正是 五百载冤家来聚会 数年前 因眷又相逢 有诗为证 人生莫悉金屡一 人生莫富少年时 有花欲折须当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原来这座酒楼 乃是林青第一座酒楼 名幻谢家酒楼 里面有百十座隔儿 周围都是绿栏杆 就紧靠着山岗 乾陵观河 即是人烟闹热去处 周传往来之所 怎见得这座酒楼起整 但见 雕炎映日 面动飞云 绿栏杆低阶宣窗 翠莲龙高悬护友 吹声品笛 尽都是公子王孙 执展情碑 百列着歌欲舞女 消磨醉眼 一青天万叠云山 勾惹银魂 翻锐雪一盒烟水 楼盼绿羊提野鸟 门前翠柳细花葱 这陈三儿引静记上楼 到一个格尔里坐下 便叫店小二达抹春台 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饭来摆着 使他下边叫粉头去了 虚余 只见楼梯响 逢金宝上来 手中拿着个斯罗尔 见了静记 深深到了万福 常言情人见情人 不觉促的两行泪下 正是树生交语如鹰传 一串珍珠落线买 静记意见 便拉他一处坐 问道 姐姐 你一向在那里来 不见你 这冯金宝收累道 自从献中打断出来 我妈着了金黄 不久得病死了 把我卖在正五妈家 这两日子弟稀少 不免又来在林青码头上赶 趁酒客 昨日听见陈三儿说 你在这里开钱铺 要见你一见 不期今日会见一面 可不想杀我也 说必 又哭了 静记取出秀中帕儿 替他抹了眼泪 说道 我的姐姐 你休烦恼 我如今又好了 自从打出官司来 家也都没了 投在这宴公庙 做了道士 师父甚是托我 往后我常来看你 因为你如今在那里安下 金宝便道 奴就在这乔西撒家店 刘二那里 有百时房子 寺外行院科子 妓女都在那里安下 白日里便是这个酒楼赶衬说着 两个哀身做一处饮酒 陈三儿烫酒上楼 拿过琵琶来 金宝弹唱了个曲儿 与竞技下酒 名普天乐 泪双锤锤双泪 三杯别酒 别酒三杯 鸾凤队拆开 折开鸾凤队 领外斜灰 看看坠 看看坠 领外灰 天昏地暗 徘徊不舍 不舍徘徊 两人吃的酒浓时 朱棉姐一云雨 下个房儿 这陈敬继一向不曾敬妇女 久可的人 金德玉金宝 尽力盘还 由云替雨 未肯急修 须于势壁 各整衣衫 敬继见天色晚了 与金宝作别 与了金宝一两银子 与了陈三儿百闻铜钱 主妇 姐姐 我常来看你 咱在这搭耳里相会 你若想我 使陈三儿叫我去下楼来 又打发了店主人谢三郎 三钱银子酒钱 静计回庙中去了 冯金宝送至桥边方回 正是 盼川秋水 因钱超枯笋花蓉为邓通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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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